Hello 大家好 最近有看我報道都知道 鞏北海關和澳門海關查水客都很緊 大家都知道澳門本地活躍的水客 在疫情前大約五千人左右 而現在失業多了 可能增加到一至兩萬都不一定 但其實澳門本地的水客不是佔多數 其他大部分應該是外勞 或者拿了探親證的內地人 他們每天切出禁鑽 網友報料 十六浦人士部昨日發出通告 運慶提示員工切勿從事水客活動 通告這樣寫 近日澳門海關持續打擊水客或走水貨活動 查獲多宗相關個案並作出檢控程序 水公司提醒所有員工切勿從事上述行為 以免負上刑事責任 同時說水客活動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對防疫產生嚴重隱患 加重防疫負擔 所以公司再三呼籲員工切勿以身示法 倘若違反有關政策 亦經查證核實 員工除了要負上刑事責任外 公司亦會對員工進行處分 溫馨提示不知有沒有作用 亦不知其他博企會否跟著做 可能利潤高 最近很多人帶手機 不過很容易被人照到 海關在關閘口岸 以利用人體成像安檢系統 揭發29宗偷運物品出境案 起出604部舊手機 7部舊手提電腦 600件舊電池 和5件美裝產品 涉案的29人分別是澳門人 香港人和內地居民 最近有不少香港過江農 來澳門找食 年齡介乎30至68歲 這集看到 如果大家想看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為晚 謝謝大家 下集見